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在持续升高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 绿藤大学附近的一栋居云楼内发现一具尸体 死者名为陆小北 生前曾从事网络平台的主播工作 死者被人用盾器连续击打脑构 警方目前正悬赏击拿凶手 如有相关线索请与警方联系 号码是0411 6334 633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现在都胖子了 我最近也有关注一个健康节目 不知道宝宝们有没有关注呀 对 那个男教练特别的帅 身材特别的好 我每天都跟着他的节目一起联系 对呀 我自己在衣食浪天也非常的注意呢 那你们呢 哇 谢谢宝宝们的小礼物 谢谢 谁呀 你订的外卖 什么医又有关注呀 我哎呀 都是真是正乘的 我没关注是不是 我怕 eklig头 你要分蛋炒饭 等一等 干嘛呀大哥 直播呢一会儿掉粉了啊 那个李燕燕是住这儿吗 那个 我打翻 key 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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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害人均为某平台的网络女主播 凶手手段残忍并且复杂 这已经是本月以来的第二次入室杀人案 但是警方却迟迟没有给出正面回应 在此我台提醒广大市民 尤其是单身女性 一定是要注意人身安全 杏菊 杏菊 今天上午从市局网络范围课 新调来的同事 给人家接点风不 还接风 太多风这么大 接近了把我们都挂了 十分钟以后能当到会议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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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唐悠 唐三藏唐悠不注意悠 是今天上午刚从网络饭做客调过来的 我早就听说绿腾这边全市呆死法千几百怪 杀人的变态什么都有 所以我兴奋的一晚上在火车上没有睡着呢 行机长好 我是唐 唐悠 唐悠是吧 嗯 你看 这次之所以把你调过来是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呀比较特殊 行 我们时间也不多 开始吧 好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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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干活了 在这半个月以来 绿腾市连续有两名网络女主播在自己的家里被人杀害 第一个死者 陆小北 绿腾市师范大学大三学生 同时兼职斗影直播平台的网络女主播 7月15日晚7点左右 凶手化妆成外卖员的样子 成功骗开了房门 趁被害人转身拿钱的时候 将轻化甲注射给被害人的体内 因为紧张 被害人没有立刻致死 凶手为了阻止被害人呼吸 用鹰幕将其砸死 后来经调查发现 所用的应物是被害人常用的麦克风 同时这只麦克风不明像 第二个死者 李彦彦 女 今年二十八岁 与第一个案子相同的是 李彦彦和陆小北都是斗影直播平台的网络女主播 7月25日晚 在平台订购外卖之后 再次被凶手以送外卖的名字片开房门 与上次的方张不同 这次凶手准备得很齐全 用预备的铁锤将被害人的头颅砸碎 在杀完人之后 故意将房门打开 便于让其他人立刻发现尸体 我综合了从98年开始 国内外的所有入室杀人的数据 从大数据上来看 这个凶手故意让尸体被发现 目里只有一个 挑衅 这个凶手类似于美国黄道十二哥 和英国开团手捷克 一般属于无感知障碍性人格 而最严重的就是 根据数据分析 当第二具尸体被发现之后 这个凶手继续作案的可能性为 也就是说 此时此刻 这个凶手 一定会再次做 继续好 第二具封简直不得了 第四個 第三具封简直达 第九 satisfy 这次 十多 去 禁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棠 这些数据和证据我们已经清楚了 那么按照你们这个网络犯罪的 网络犯罪安全管理和监督人员的技术角度来说 对对对 根据你们这个能够总结出这个凶手 有什么样的犯罪规律啊 在行政科提供的基础数据之上 我总结了两起被害人的社会关系 和日常的行动规律 两个人除了都是斗影的网络女主播之外 并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 走访发现两个人除了平常日常生活里交掉外卖 也没有对对什么人 基本排除了熟人犯罪的可能性 但是 我查询了两人的网络浏览记录之后 发现了一件事 在七月九日晚间 林燕燕和陆小北突然同时引导粉丝 去主播桑楠楠的三号房间 却正好赶上桑楠楠在主播自己的不雅视频 桑楠楠因为在视频中诽谤自己的老板 而被公司开除 同时被永久性的封号 从此再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和她签约 她就说桑楠楠在主播的行业里销声匿迹 所有人都说桑楠楠是为了博尚为而不做手段 但据桑楠本人所说 当时她根本就不知道视频摄上头是开着的 因为谁上首页和粉丝赠送礼物多少的问题 桑楠楠曾和李燕燕陆小北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也就是说桑楠楠落到今天的这步田地 是被李燕燕和陆小北联合陷害的 那么桑楠楠对于两人的报复也就合理了 桑楠楠女二十三岁绿藤师范大学医学系学生 如果说是医学系学生的话 那么清化甲的来源也就合理了 所以我觉得凶手就应该是 桑楠楠 桑楠楠 可能您岁数有点大了 要不我再跟你说一遍 那倒不用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看既然你认为凶手是桑楠楠 那他最应该做的是 当他杀完人以后 第一件要干的事 就是先躲起来 或者跑掉 因为他任务已经完成了 现在最怕的就是被警察抓到 那他为什么 还故意不把门锁上 让我们第一时间发现的尸体 据我们局里的心理幻想是说 凶手 应该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男性 等会儿 刑局啊 您刚才说什么来着 二十五岁左右的男性 上一句 心里话讲师 心里话 对不起啊刑局 我不是故意嘲笑的 就像一般我们这种搞技术的 都是拿数据去说话的 那怎么现场有那些东西 就能画出一个二十五岁的男性呢 这根本就不是画想吧 这是算命啊 所以我觉得凶手 就应该是桑楠楠 接下来呢 刑局 三号直播间有情况 把那个画面传到当屏长 来你走开 好 来你走开 有人吗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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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救命啊 有人吗 救命啊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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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 有 estamos information 是准备的 好 房伍 刑局 请尝直播间所有的对外直播 尽保留现在的监控信号 中华 在 立刻通知平台管理员 是 你就是那个算命的 你好 我叫唐优 唐三藏的唐 不能再有人死了 点滴瓶的重量大概是 五百毫升左右 点滴的速度是 每分钟零点一二五毫升 点滴瓶的高度是一点二 食音室里 权贵的氢化钾溶液 百分之四十一的五多 至此量大概是 一毫升左右 也就是说 我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赶到现场 喂 方默 你刚让我查桑南家地址是 桑南能够家庭住址时 快 龙丹家园 二十一号楼一带园 今天三十 快 通知附近人马上赶到现场 只有五分钟时间 喂 小峰 快 通知所有人到龙丹家园 喂 龙丹家园有紧急情况 刑局 你的最后也得十五分钟 泰尾 行了 我知道了 新买的耳机都快给我震坏了 咱现在录是这样啊 如果咱们现在执行的话 大概还需要十五分钟左右 小废话 把点到哪边进 直接左转 左转 左转 不是 快 美哥 快 撤 不行了 你怎么起床了 能不能把信号寄进去 你说什么的 能不能和主播说上话 你谁啊 照他说的做好 他是计划寄进去 你这儿才能不是 要好好好 你还是计划 我们上个下午了 阳光的位置不可能在那个角度 这里应该是一总的位置 凭次里应该不是氢化价 应该是生点眼水 凶手是想让被害人的血液一点一点流感 而且凶手伪造了一个 和嫂娜娜房间一模一样的直播间 凶手的目的是什么呢 太尉 把你现在已经看到的全部告诉我 屋里没有博斗钩的环境 那在客厅中间有一个电脑桌 上屋应该摆过笔记本 但现在不见了 桌上边有一个鱼缸 里面有鱼 对 右边 右边墙上都是画的 其中有一个是电影海报 应该是那个 暗门影片机 对对对 电脑桌上留一瓶洗发水 有人呢 有人呢 救命啊 好了吗 三蛋蛋 你今天到我上了吗 你是谁 是你帮了我吗 我是警察 不要害怕 别好了 我 我在龙大家园 你不在那里 从现在开始我需要你保持冷静 尽量平稳你的每次呼吸 节化你的血流速度 给我们时间 让我们尽快找到你 阿达 你要怎么配合你 闭嘴 把门关上 大家不要呼吸 你 出钢的声音 钢厂 绿藤市只有一个剧院钢厂 我 太尉 在区院钢厂附近 搜索一个破旧的烂尾楼 或者是家属楼 楼层大概是一楼所有 面线阳光 窗户超单 昨天晚上应该有辆陌生车辆 驶入这个乡区 听见了 一定要改善 用不着你说 小楠楠 三楠楠 我現在需要你 用最簡單 最快速的方式 告訴我昨天晚上 都發生了什麼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叫了外婆 最近發生了很多事 所以我留了個心眼 但是我剛才 她就一般把我安在地上 我只記得她說了一句話 情侶動什麼都不記得 我會讓你帶人為她去刺 味道 什麼味道 她身上很臭 兇手在說這句話的時候 她是勒著你同事說的嗎 我不知道了 她在勒著你的時候 後腦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她不記得了 誰會記得那麼清楚啊 你必須要想起來 後腦有沒有感覺發熱 沒有 我真是覺得很痛 我心裡會能提出 那天不記得 我還以為她更痛快 可欲 我心裡想你 很痛快 還可以 你還要可欲 我心裡想你 兇手 男 年龄二十五岁左右 身高一百七十五到一百八十公分 身材贫瘦 戴眼镜 长头发 脸上有色 与三个被害人 在生活中有过交集 并且与丧男的发生过激烈的情感冲突 另外 这个人学过医 是个学生 刑局 掐指一算 这用事我也会拿 走 在三起爱情中 隔第一期 后两期 都是先采用 背后雷莎的方式 借助隐迷 将被害人迷倒 说明凶手 在身体经济上 并没有一瞬间就能控制住被害人的把握 提醒平手 在他动手雷莎脏男的过程中 凶手说话 几乎和动作同时发出 说明在双手勒住 三男的脖子同时 凶手的身高 恰好应该是告诉三男的一个头左右 一般的固执电脑桌 高度是0.8 以这个为参考 三男的身高大概在 一米六五左右 所以 凶手的身高就是在一米七五到一米八之间 三男男 后脑最大的面积接触的 应该正是凶手的面包 是什么东西在凶手的面包 并且 能让被害人产生不适应感 只有一个 眼睛 在三起案件之中 第一个 陆小伟死于轻化甲冲突 但是 凶手在注射的时候 一位紧张产生了失误 为了防止被害人呼救 又顺手地来客送将被害人砸死 凶手 在这起案件中获得了启发 第二次 李燕燕依然死于轻化甲冲突 轻化甲被控制得非常严格 而凶手 却可以两次轻而易举地使用轻化甲来杀人 说明凶手 应该是和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 而且这次 他事先预备好了铁锤 但是 只砸了一下就因为恐惧而上手 说明凶手 不会从失灭中获得快感 他是一个 有组织性犯罪人格的罪犯 他的目的 不在于三男的肉体而赞誉 心理上的服装 所以 他最近一定是 与三男男等人发生过激烈冲突的人 而且 第三次二进中 凶手放弃暴力摸杀 而采用直播的方式 为什么用直播的方式 三男男 在七月九日当晚的直播中 你有没有曝光过一个 绝对不能告诉别人的隐私 没有 你今天多大 二十三 三男男 黄鹰和欺骗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如果你还想好好活着 就跟我说实话 我曾经说过他被强奸过 其他的没有了 再也没有了 再也没有了 有缺奸 凶手是你的 凶手 反而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刚不记得报警 如故要抗你发力去尸体 通过协裁学人证可以证明 此事名为审江 绿藤十万大学学生 既然是报复犯罪 凶手这次知道 桑奶奶一定会把自己的身份说出来 但是她没有封住桑奶奶的嘴 这说明 这次犯罪之后 很可能她会选择自杀 这不正说明 沈相就是凶手 她畏罪自杀了 但是 不对 味道 乌与叶 什么一瓶洗泡水 抢劫 她的抢劫过 这重点到底有什么联系 你 卫哥 这楼也太多了 请不着 来 一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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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小区的新闻朋友们 大家好 一两个看 下面播放一条好消息 经过拆迁指挥部的研究决定 我们将本小区的拆迁配 提高到原来的当备 请大家五分钟之内 来 来到小广场来集合 我们来登个计 大家一定要抓紧 过时我们这恐龙的 哎呀 我去 大家抓紧 雷哥 你说能有人来吗 不知道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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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了现在 只要大家的门牌号和姓名 现在牌号队 来来来来 别着急啊 新闻的 别着急啊 一车一车来 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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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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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车 好 来一车 下一个 下一个 一车 下一个 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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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儿 下午五点半发现了尸体 周围没有发现任何科研人员 在尸体旁边发现了这个 真的是她 我又看了一车 现在只有三弹一二零一 这以后没来 就从不说的一样 进来 不是这儿 这儿 走 喂 腾磊 这是案发现场找到的 那我知道了 那个你带人接人找 我马上过去 我啊 童谷 喂 行的 怎么着 今天晚上回不过来吃饭啊 我问你 沈湘是你同学吧 是啊 隔壁系的 不过不是很熟 他有没有哥哥后男朋友 有 叫 何家海 沈湘的头发 整整齐齐地叠在耳边 而且身上还有 慕艳的围长 胳膊上 还有搓澡时留下的红印 这一切说明 他是一个患有洁癖的人 但是不合理的是 一个患有洁癖的人 身上怎么会有油渍呢 况且又是在人口密集流动的 公园里发现的尸体 一个患有洁癖的人 绝对不允许自己这样离开人世 这三件事情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 他不是在畏罪自杀 而是小娘替人顶罪 到底要替谁顶罪呢 一个二十五岁身在射小 可以随便用轻化钾 杀害那些女孩的人 一个性格内向 但是却想用铁锤 砸下那些曾经伤害自己之爱的人 一个可以完完全全 伪装成桑楠楠房间一模一样的人 而且 对沐依也很有单独的情感抵触 就是你吧 沈相的男朋友 罗家海 跑了 年龄二十五岁左右 年龄二十五岁左右 生高一百七十五 到一百八十公分 身材偏食五 但眼睛 挑头发 臉上 阿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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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里的宿舍都是两个人一套 乱闹乱了点 那个他回去去厕所了 我来介绍一下吧 年龄三十岁左右 身高于习霸上下 脾气暴躁 性格倔强 熊弄派 但是办事无端 还有 邋遢 这就是心理画像吧 不吃凶手面 却吃凶手势 清神的 任何行为都是受心理支配的 昨晚人在现场留下的是物质痕迹 但是 是可以反映出心理痕迹 通过对心理痕迹的分析 可以判断出嫌疑人的大致特征 首先 喜欢收集消费完的快销品包装 如果是功能性饮料 我们付它是求上级 年龄在二十岁出头 可啤酒瓶 我看就是单纯颓废 刚刚步入中年 年龄在三十岁左右 下手快 力道足 脾气暴躁 尸体最高高不过两米 算上抬手距离 就是一米七八左右 喜欢白水煮面 还没有煮熟就捞起来吃 不断 但还是吃了个底朝天 倔强 看来我这位摄友 是咱们对了一等一的老曹爷们啊 不胖 好